政治這條路上若總是捧高踩低 刻意趨吉避凶 順風蹭逆風躲 那就太現實了 這句話是游淑會講 可是他講這句話之前的兩個禮拜 他說我如果要選上 我要擴大我團結 我要能夠讓我當選的人 所以他去蹭了柯文哲 他去蹭了柯文哲 兩個禮拜以後 就講說如果執事長趨吉避凶 順風蹭逆風躲 那就太現實了 沒辦法嚴老王 無頭買名出來抓人 所以游淑會也被抓走了 現在最不怕就是鄭立雲 鄭立雲說沒在怕 怕什麼 開除當時我也沒在怕 鄭立雲他心裡頭在想一件事 他說很奇怪 國民黨在這裡 聽柯文做的都沒事情 張思剛說對 我就叫柯文做的記憶 我們就有說 對不對 那個國民黨的三四十個都去了 憲柯文做的到現在都沒事情 好 為什麼國民黨在這個禮拜 氛圍好像變得不太一樣呢 我們請教瑞德哥 這個禮拜突然 說要換掉侯友宜的聲音出來了 說要殺掉這個朱毅倫 不要讓他當黨主席的聲音也出來了 那真的是朱毅倫聯手金小刀 鄭立雲會變成季旗嗎 一個黨裡面有不同的意見 當然很好啦 但是問題是在這個黨都已經宣誓說 那麼你應該根據黨的主軸政策走 你不應該再針對自己黨裡面的既定政策 比如說總統候選人支持 唯一支持侯友宜不能再換人 結果他還故意這樣做 他挑明 鄭立雲挑明 那就是直接跟你在幹嘛 他不是 又還沒有提名 難道不能海納百川 一定要前段堵張 海納百川 我們今天李正浩不在 你問一下 正浩問一下 他已經被兩三峽大報熄了 你要知道吧 他直接被剁掉了 開玩笑對不對 佩芬姐一樣被剁掉了 佩芬姐在國民黨五十年 一樣把你剁掉 只是因為你不接受韓國瑜 還批評他這樣而已 就直接開除黨籍了 那現在比起那時候的開除黨籍 現在我覺得朱立倫 如果不針對鄭立雲的這個事情 對不對 直接開黨籍處分 開除黨籍 因為他如果開除黨籍 他就沒有不分區可以幹了 你知道嗎 那你要知道 那朱立倫有沒有這樣的決心 抓一隻小雞來開雜對不對 其他人怪他什麼 可是有嗎 沒有 我們沒有看到 可是你也不能怪朱立倫 為什麼 那上禮拜在本節目裡面講出 國民黨發言人講出說 有四十個人夜分敵營 夜分敵營對不對 那個事情 當然了 他到底怎麼回事 四十個人也太多了一點了 對 因為也不過提名五十個 然後四十個 這也有可能是對方所使的 反監禁 對不對 柯文貴人來了 可是沒有四十個 那好歹一二十個跑不掉吧 台北的 新北的 桃園的 包括高雄 這些都有嘛 真的跑去跟柯文哲巧遇 是真的事情啊 你也不能這樣說啊 剛好在菜市場啊 在廟會啊 在哪裡啊 剛好 袁寬恒都能夠在 等於說那個 大甲正南宮 拜拜的時候 對不對 都可以遇到的吧 國民黨也沒有處分啊 為什麼袁寬恒可以這樣子 我不可以 我比較坦白的吧 你有沒有處分 沒有 沒有還幫袁寬恒講話 那我有點 我小雞 站在小雞的立場 我是要選贏的 我不是要選送的嘛 你黨怎麼樣是你家的 你大人的事情 你家的事情 我要贏嘛 對不對 我要贏嘛 所以鄭立倫的事情 可是鄭立倫的事情不一樣 他非同小可 他是直接跟黨同樣作對 那鄭立倫非常聰明 鄭立倫講的不是挺郭 他是挺韓國瑜 所以他是要換掉侯友宜 力挺韓國瑜 所以在一些韓粉也好 還有支持韓國瑜的節目 那當然大受歡迎嘛 深南一定是大受歡迎嘛 鄭立倫去挺韓國瑜 這件事情會比小雞跑去找 柯文哲來的嚴重嗎 意思就是都是割裂國民黨 對 但是一個是大外哥 一個是內哥 一個是過肩摔到大外哥 就這樣一個 但是都是同時商到國民黨 同時商到侯友宜 也同時商到朱立倫 可是問題就來了 我是覺得說今天 那麼國民黨的一些小雞對不對 其實小雞 第一個說出這件事情 其實是李明賢 那時候他已經先聽到了 聽到台北市的這一些小雞 要這樣做 所謂小雞就是要選這個 選立委的這些人 區立委的這些人 他們這樣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怕柯文哲民眾黨 派一個候選人在他轄區 我問你不客氣說 松山信義區跟大安區 一向是藍帶於綠對不對 但如果民眾黨丟一個下來 分掉一兩萬票 那就支支了嘛 因為大家很緊繃 雖然你也 你比較有贏民一點 但問題是 在現在的狀況下 如果白銀丟一個下來 民眾黨丟一個下來 你就再見了 那上一次的選舉就是民眾黨故意在這個松信區搗蛋 一萬七千票 就讓這個許淑華民進黨輸給飛鴻泰六千多票 所以事實上現在只是搗過來 現在只是本來綠營支持者會支持這個柯文哲 所以搗過來 現在在綠營裡面還會支持柯文哲的微夫其微 可是問題就來了 這些小雞他們都有苦衷 你看許小新講那個 我就蠻有意思 他說金小刀邀請他對不對 來加入這個郝友宜陣營 他也是講實話 他講實話說 我心裡是不太想去 不是 這種話怎麼可以直接講 這塊微教你來說是不能說出口的 你知道嗎 所有政治人物的這個 台灣的政治人物哪有人說 其實他打電話來要叫我加入 我心裡面是很不想去 但是又沒辦法不去 但是我還是要去主持這個等於 去加入這個所謂的 郭台銘的董事長開獎 如果萬一他宣布參選的話 那我就退出 如果他沒有宣布的話 我就繼續 你明知道郭台銘這邊象徵什麼 象徵有可能他要宣布獨立參選 然後割裂又割裂了這個國民黨 可是你還是去 然後你跟世人宣告說 我請侯友宜是 苟不理中 發自內心對不對 然後充滿熱情 然後為了黨一肩單進古今仇 這才是國民黨的精神黨魂 所以你現在不是 我是被迫的 我是被迫的 我很不想去 我不能不去 那我問你 那你的支持者還有這些人 看到你的 見神 殺神 見佛 殺佛的人 跟你講說他是這個樣子 那怎麼會有鬥志 怎麼會是戰神 怎麼會對侯友宜 有起始回生的功能 好 所以請教他逸串哥 我覺得徐曉星也蠻有趣的 之前我跑去跟柯文哲 這個一起吃涼麵什麼的 現在他就自己在直播上面說 金普聰邀請他 去幫侯友宜打選戰 他坦言說 我是不想啦 但是你都這樣跟我說了 我能夠說不要嗎 不行 我必須說OK 沒有問題 不然下場會很慘 我自己是知道的 不是啊 意思說不答應會怎麼樣呢 侯友宜落到他不想答應 還是因為金普聰的關係要才答應的嗎 徐曉星最有名的就是神黨殺神 佛黨殺佛 可是現在出門的不是神 也不是佛 是鹹都王 鹹都王派牛頭買名去抓人了 徐曉星就被抓了 徐曉星知道鹹都王抓去之後 如果不好聽話會去台條 所以徐曉星當然表達說 我知道不去會怎麼樣 但是我也沒有很想去 但是徐曉星昨天有出來解釋 他昨天有一場訪問 接受了訪問大概三十分鐘 他說因為我已經 擠滿了很多人的發言人 他說什麼從洪秀柱 朱立倫 郝龍斌 我不缺這個發言人 所以他沒有要去 但是因為金老師打電話來了 我跟他共識過 我知道如果不答應會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現在因為沿羅網來了 所以他就只好答應了 這是徐曉星 那我在念一段話 各位聽看看這句話當時是誰講的 最近就是反正都是 都是國民黨這些人說 政治這條路上若總是捧高踩低 刻意趨急避凶 順風蹭逆風躲 那就太現實了 這句話誰講了 這句話是游俗會講 可是他講這句話之前的兩個禮拜 他說我如果要選上 我要擴大我團結 我要能夠讓我當選的人都 所以他去蹭了柯文哲 他去蹭了柯文哲 兩個禮拜以後就講說 如果執事長趨急避凶 順風蹭逆風躲 那就太現實了 沒辦法 嚴老王 牛頭 買名出來抓人了 所以游俗會也被抓走了 現在最不怕就是鄭立雲 鄭立雲說沒在怕 怕什麼 開除當時我也沒在怕 鄭立雲他心裡頭在想一件事 他說很奇怪 國民黨在這裡 挺柯文哲的都沒事 張斯坦說對 我就跟柯文哲有記憶 我們就有說 對不對 那個國民黨三四十個都去了 挺柯文哲的到現在都沒事 都沒事 為什麼我說我挺韓國瑜有事 韓國的就是我國民黨的 韓國的國民黨的 我挺韓國瑜還要幫我處理 結果去挺柯文哲的都沒事 那到底是誰有事 到底是誰有事 就是你朱立雲有事 金補聰有事 所以現在朱立雲 因為叫金補聰出來 韓國瑜的盤子 這很重要 就是一時兩秒 就是說派人都給金補聰去做 因為金補聰現在競選辦公室 叫東部一把爪 為什麼因為金補聰 如果說競選辦公室換掉 那個發言人不行 那個哪裡有人說的 朱立雲現在把它處理掉 現在不分 你知道嗎 結合在一起 不要說不分 東部要開除什麼人 金補聰說的就遵守了 所以才把三個結合在一起 那朱立雲就會配合辦理 所以如果金補聰跟朱立雲講說 那一個鄭立雲 到外面亂說 把他開除黨籍 朱立雲絕對配合 因為他是要把權力 通通交給這一個金補聰 所以金補聰現在掌握了這個權力以後 包括黨的紀律 朱立倫就會來配合執行 不然金補聰沒有了 金補聰說 你要給我有砍人的權力 所以現在的局勢看起來 我覺得國民黨 尤其是台北的 這群要選立委的 加克在部分區 那些人沒有要把他提名這些人 我現在大家精神都都錯了 到底要停不停 神來本來要殺神活來殺我 可是現在是炎羅王 現在是牛頭馬面來抓人 沒抓就是十八成第一 如果這個發言人的都沒事 我跟你說 侯友的發言人團隊 搞不好可能有副到一百個 只要說我的壞話 就拉進去團隊就對了 沒有他會先說來來來來 他會金補聰這個人說善意的 他會說來來來你先來 來要來不來有在理 所以許小琴知道 也說這團隊沒去 又要去 你來 現在來也問的 不可以 換一支也可以就流了 所以就是他這個策略上 我覺得接下來的那個 你看像吳玉森 吳玉森現在也加入了 吳玉森大家很久沒聽到 吳玉森三次 如果不能寫自己去烏谷 過去做什麼 這群會怎麼回來了 所以整群 金補聰 因為他算金補聰助理吧 對不對 擴大整個的這個戰隊 因為只要沒聽話 現在都叫人去抓回來 說來來來 來了之後呢 二選一自己決定 要留下來還是離開 好 所以你看之前去請 跟柯文哲站在一起的那些立委們 現在全部都被抓進去 侯友宜的陣營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給大家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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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